他们那个时候 他跟我描写的画面 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坐黄包车 然后穿着皮草的衣服 手里拿着当时的名贵的包 但包里边有一本家 但我说你们那时候读家干什么 反封建 然后另外这个是时髦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比如读家的青年 他是比较像今天咱们认为比较新潮的 比较前卫的那么一拨 但问题是他们坐着黄包车 穿着皮大衣 他们根本没走那条革命的路 他们在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 可是他们还读这个书 来维持他们的一个精神平衡 这是真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在反思这个五四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的 就是当时文学的作用被太夸张了 它跟历史的关系 跟革命的关系 跟国家的关系 太夸张了 我们从小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 然后看革命教科书 所以他五四绑在那个上的 就是五四是这么回事 你刚才说那个例子 等于我在美国还听国内来的朋友说 现在你逮了一个小姐皮包翻开来 一个口红 一个避孕套 然后一个文化古旅 文化古旅 有追求 有追枪枪三人行 我不知道是真的 这个很难想象 你包括当时的政府 又是个怎么个情况 你比如说火烧到家楼之后 我那天看着一段 说当时的警察总监 叫什么 吴炳香的 好像是什么 大概是这么一名 吴炳香到时候都能说出什么话来 就是说抓了学生 蔡元陪他们去保人 然后全国各地不是罢工罢事罢课 然后警察总监 就跑去跟那个时候的老大头 说这不行了 这事在闹大了 我可弄不住了 然后说就放人 先把学生给放了 然后哪种话都说得出来 他说你跟那帮闹事的学生说 明天如果不放人 吴炳香就是他们儿子 然后就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 他也是有妥协的成分 其实我一直很注意 五四主要还是清末民初的时候 其实中国那时候真的是个新国家 新国家吗 当然共和国 中华民国是共和国 共和政体出现的 对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一切都是新的 马路上有警察就是一件新的事情 有外交部就是新的事情 然后有大学都是新的事情 大学画报 这个都是很重要 而且最主要还不单是政府 最主要是大家的想象 因为我们原来是老大帝国 但那个时候一下子要变成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梦 是那一代毛泽东 他们这一代的梦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见到过 就说是周作人的日记里 还会有今日毛泽东军来访 他还会有这种 当时毛泽东好像就是个学生 后来他做国民党宣传部长 他都做到很高 你要看那会儿的交友路和交际圈 你不能想象的 就是各种不同政治阵营 各种出身背景不同的人 学问背景不同的人 那种关系 根本不是我们在正规文本上 能够看到的那样子 像在报纸上发表论战 你像被遮蔽 我就记得前不久 有那个沈定一 还有就比方说周佛海 这些都是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 参与建立 就一块开会 小房间里面 第一次党开会 后来都走掉了 还有一个姓张的 我一下忘了 最吃亏的是矛盾 张国焘 不是张国焘 张国焘也参与 张国焘也是 那个最吃亏是矛盾 矛盾在那个21年71之前 就已经参加了陈旺道主持的 那个筹备这个中共第一次 资格很老 那个委员会 可是他当时啊 他就参加了那个 那个他编小说月报嘛 他忙着编小说月报 居然错过了第一次党代会 他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他第二次错过更惨 27年北伐时候 不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了吗 412 他那时候在武汉 汪精卫那个时候 还是国共合作 民国日报他主编呢 他其实是接受董毕武的指挥的 所以民国日报 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报纸 他总编 接到一通知 叫他赶到南昌去 在8月1号之前要赶到南昌 咱现在都知道这是干什么 他不知道 糊里糊涂带了个女生上了庐山了 这后来不是都有文章吗 从孤岭到东京吧 上了庐山了 你知道他 你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长了都回去了 下来会团上 把那笔党交给他的钱又丢了 所以后来不就托党很多年 到80年代零去世前 要求恢复党籍 胡耀邦总书记就给他恢复党籍 从21年算起 咱矛盾现身了 哪想得到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是一种面临众多选择的 这么一个地方 今天我跟你们混混 明天看你们不靠谱 我跟那帮人混混 他这一个 他倒也没有 但是就是历史是后来去 真的 我们后来一直在想 你接到电报 你怎么不去南昌 叶庭周恩来 他们都在那里 好话也容易上将 那个时候 所以咱们就讲这个社会生态 确实是很有意思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现在重新回头看 我不要我现在重新看日记九种 这个余达夫当时追王映霞 王映霞不理他 然后呢 他晚上就去找妓女在福州路 一起去唱歌 他也不睡就去唱歌 然后又去跟徐志摩认识的一个什么女的 就说一天 然后又去 他说他自己又去抽鸦片 又写在日记里面 你说那时候做男人是 好像比现在要自由一点 他这几样事情 现在的人要做也不敢说 他那时候照样就把这几件事情都说出来 怎么来理解他 他做的这几件事情的白天 他在创作社总部写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 准备欢迎北伐军到上海 什么都不耽误 白天革命晚上泡妞 不是泡妞啊 他追求不成 他姐妹在福州路 然后跟着那个人还去抽鸦片 日记全写下来 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社会风气 就是以这个充决网络为荣呢 你比如说我感觉 像你说这事 像徐志摩当年跟陆小曼 我就看就为了陆小曼 跟他这个老公离婚了 因为得离了婚才能在一起嘛 哎呦 顶着那个社会的压力啊 两个人是较这个劲了 就这几年 而且你想那个时候什么 梁启超都写信给这个徐志摩 让他不要去去追什么梁慧英等等 是不是当时 但是我又知道当时的社会 这个要说保守 那比今天保守多了吧 但是这些人为什么 未必是充决网络 未必有网络 那个时候没网络 没网络 要不怎么跑来跑去这么容易呢 对 出局入局 那个那个 丁林 沈从文 胡也平 三个人住在一起 后来丁林跟沈从文 跟那个胡也平结婚了 这个都有很多回忆录 那个沙飞女士日记里边 现在描写说 沈飞见到了那个男的 那个叫林吉士 他说看着他嘴唇就像 这个女孩子就说 我想像吃糖果一样 我到现在还问客上的同学 香港的同学 几十年 那么多年后 我说你们哪位女生 见到一个男的 你会想着他的嘴唇 你想像吃糖果一样 而会把它写在 今天晚上的博客里面 大概只有两三个女生 摇摇晃晃的 举个手 90年过去了 回顾那个时代 真是一个非常 就是能不能说 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 这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真空期 在某些人当中 我说这就是他们不好讲的人 这批过来人到后来 我相信他们是吃闷亏 他们讲不出来 他们回头想 他们在此前的日子 太多的选择 太多的进退的余地 然后才能干这么多事 然后见这么多人 他们讲不出来 我跟你说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胡兰城 胡兰城他在今生今世里面 我看的到注意力 不是他自己怎么样 当然也很有意思了 就是他自理行间透出来 他生活那时候的空间 因为你看他在五四是个小孩 轮不上跟五四那帮人玩 然后他要往左翼那边走 他也有机会 他在广西生病的时候 他说